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一次又一次的突破人类的底线 看的人真是胆战心惊 但好在是有惊无险的诞生了新生命 而下面这个信息就令人悲痛了 文汇报著名的记者童维京女士 因为心脏病突发 没有任何医院前来救治 不幸在5月4日在上海离世 据她生前的同志和家人透露 因为在上海封闭的太久 女孩有一些抑郁症的倾向 而且心脏也不太舒服 想送医院也没有人及时的救治 于是就这样离开了人世 多好的姑娘生错了地方 我不知道那些天天赞美这个国家的小粉红 看到这样的信息 他们的心会不会有一点痛 如果只靠赞美就能使一个国家强大 那中国应该是最文明最发达的国家 但事实恰恰与我们认知的相反 正因为太多虚假的赞美 就造成了今天一处处的惨剧 可以说我们每个个体都有责任 我也曾经为生存妥协过这个邪恶的政府 但是官方直到今天还不知悔改 根据新华社的最新消息 中共中央发出了最新的指示 为贯彻总书记的方针 落实李克强总理的要求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孙春兰 在4月2日至5月1日带领工作组在上海调研 指导疫情防控工作 那这次又坐实了真正的亲自指挥亲自部署 中央的精神指出上海人口多老龄化程度深 这次疫情规模大 传播快隐性强 防控工作艰巨又复杂 所以注意下面这句话 工作组把推动动态清零作为坚定不移的目标 把统一思想认识体现在防控工作的各个方面 把统筹好疫情与保障城市核心运转要贯穿始终 从全国调集了238万管核酸检测力量 还有有关的防控物资啊 抽调了22个省份的3万余名医副工作者 以及各路的重症专家 甚至军队派出了5000多人的医疗队 全面支持上海疫情防控工作 自己声称从社会面累积筛查出阳性感染者39.9万例 你看这数字多厉害 多一点都到不了40万 在上海市委市政府的领导下 经过各方的共同努力 上海疫情稳中向好得到有效控制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上海市委书记李强同志出席了相关活动 上海居民生活在水深火热当中呢 这帮官员竟然还有心搞活动 那我听听孙春兰说了什么 他说啊 当前上海防控工作处于不进则退的关键时期 要坚决做到应收尽收 应格尽格 巩固扩大防控成果 防止疫情反弹 那中央的黑话实在太多了 我也不明白是什么意思 而且要继续强调 四集中原则 要中期结合规范化同质化治疗 加强老年人的护理最大程度 提高治愈率降低死亡率 那这点我真是搞不明白了 这次疫情根本就没有所谓的治愈率 也没有所谓的特效药 大家都是治愈的 至于降低死亡率就更离谱了 奥密克戎的死亡率已经低于流感 这个在之前的节目我们提到过 它甚至低于自然死亡率 这怎么就变成功绩了呢 还要坚持中西医结合 我天这简直就太离谱了 中医的时代甚至不知道酒精能杀毒 为什么古人活不过35岁 就是因为中医没有用吗 中医连现代医学最基本的医疗操作都不懂 比如最常识的 今天连三岁小孩都懂的 洗手可以抵御细菌 可以减少感染风险 但古代的中医完全不知道 所以接生婆帮助产妇生孩子的时候 不知道要洗手 产妇生完孩子经常感染妇科疾病 也就是中医里所说的产后风 而中医给出的答案呢 不仅不去洗手 讲究卫生 反而让产妇在夏天穿上棉袄 护上窗户 防止所谓的风寒 其实他在生产的时候已经感染了细菌 而且孩子的腰折率也非常的高 就是因为中医不像政府宣传的那么有效 但正因为中医不需要药茧 而且可以把低成本卖到很高的价格 政府可以从中收取很高的税收 于是就大力推广中医 这个在有一期节目我们简单介绍过 所以在中国大陆生活的百姓 每一个角落都充满了谎言 但谎言的目的只有两点 一点就是要攫取你的财富 另一点就是打压你 让你闭嘴 也就是所谓的政治控制 他们先用甜言蜜语给你洗脑 如果你相信了他们的洗脑 就会心甘情愿的干活纳税 也就是那些所谓的小粉红 可是总有一部分人 不是心甘情愿的这样做 那中共就会给你一些威胁 比如你不听话 那你政治考试就不合格 你就别想上高中 更别提上大学 从教育一个孩子 第一天就开始威胁他 在学校里 老师像治理奴隶一样治理孩子 如果孩子企图反抗 就会找他的家长 所以经过20年的洗脑和威胁 有反抗精神的人 已经所剩无几 即便有反对想法的人 他们一没有学历 二没有背景 在社会中毫无话语权 也只能忍气吞声 给这个国家做劳动力 到了退休的年纪 没有退休金 得一场病 隐恨而死 所以这就是一个真实的中国 这个社会有今天 每一个妥协或邪恶的人 都有责任 所以为什么我们夸赞马斯克 因为至少到现在为止 他始终没有妥协世界主流的利益集团 他作为美国公民 在努力的帮助改善美国社会 其实中国大陆也有说实话 办实事的人 只是他们面对政府的威胁 不敢说的过于露骨 比如中国的著名企业家 张朝阳先生 他是著名的物理学家 也是搜狐的CEO 在5月3日的时候 发表了一篇感言 张朝阳建议年轻人 不要过度的努力 因为世界不公平 方向错了 会伤害自己的身体 他说有些事 不是努力就可以做到的 年轻人要客观的认清自己 要找到自己的道路之后 再努力 因为这个世界并不是很公平 所以我们很难想象 作为一个企业家 一个在中国享受廉价劳动力的企业家 竟然替年轻人说出了实话 过度努力 也不会改变自己的阶级 你只会衰老的更快 还没有得到退休金 就早早的离世 如今在中国大陆 听到年轻人猝死 已经不是什么新闻 所以真的 摒弃自己旧有的观念和思路 多学习了解一下真实的世界 我们虽然改变不了自己的阶级 但至少不能糊里糊涂的过一生 真的不要相信那些 我们从来就没见过 也不认识的 这个总理 那个书记 他们会告诉你勤劳致富 但实际上呢 中国最勤劳的就是农民 他们富了吗 最富的人从来就不勤劳 千万不要再相信 统治阶级的洗脑 好吧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节目 我是平凡 咱们下期再见